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快报 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夫人 两个人都已经确诊新冠病毒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的选战之路充满了未知数 有人已经言之糟糟 说川普的竞选完蛋了 因为他没法参加这些集会 而集会是川普最重要的一个竞选手段 所以说川普肯定这次竞选不了了 竞选不上了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但是对我来说 我倒不是这么轻易的去看待 因为我之前说了 有可能会有十月惊奇 因为在第一次的大选辩论之后 有人也这么说了 所以我认为十月惊奇 会给川普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可能会给他加分 他的民调会上升 那么这次没想到 刚到十月份就来这么一遭 这个就像是我预计十月惊奇 是一个比较positive的 比较正面的一个东西 没想到出来这么一个负面的东西 这个为什么被我归类为十月惊奇呢 就是因为他对川普的竞选活动还是有帮助的 所以他有利有弊 有弊当然第一个是他身体问题 他健康问题 他是不是能挺过去 因为他属于高危人群 但是美国的医疗条件 美国的他作为总统 他医疗条件更好了 那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那么他的健康问题 这虽然是个未知数 但是我们当然就希望他能够尽快的痊愈 第二就是他现在等于变成了一个悲情英雄 就是他带领着美国 然后他自己现在中招了 那可能会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虽然他没法参加这些竞选集会活动了 但是他的染疫的新闻 传遍了全世界 那么是不是给他加分 我认为肯定是有加分的地方的 因为特别是他的支持者 就更对他产生了同情感 更要去投票选他了 这种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 注意这个是川普现在最需要的 现在两边已经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了 支持拜登的人是坚决不会投川普的 他们不会因为川普染疫了 就更要出来投票选拜登 我认为这个是刺激不到他们的 他们可能会暗地里很开心 就像很多民主党的人 暗地里会很开心的 还有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也非常开心 大家看到了国内那些公众号 国内那些很有影响力的公众号 都这么讲了 他为什么敢这么讲 说川普是天道轮回 苍天饶过谁 为什么敢这么说 就是因为他背后是有政府的支持的 政府是非常痛恨川普的 所以说看到川普染疫了 他们非常开心 掩饰不住自己开心的情绪 大家要注意点 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舆论 对川普的憎恨 这反而恰恰说明了 川普的对华战略是有效果的 如果他不恨你 还反而是有问题的 说明你打击的不到位 就是中国政府 他这么恨调动舆论来攻击川普 调动舆论来攻击蓬佩奥 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对不对 虽然胡锡进可以去骗人 去白虎说什么 中国人民是支持川普的 因为说他是川建国 这是因为太痛恨了 又拿他没办法 所以只能找到自我安慰 说川普还是帮中国的 他打击中国 反而增加了中国的信心 反而增加了中国的自主 所以说支持川普 这是一种无奈之下的 展示出他们的无力感 他们为了掩饰自身的无力 自身的绝望 或者说一种自卑感 他为了掩饰这种自卑感 所以才这么说的 大家要清楚这一点 并不是说真正的中国人 就支持川普 说他是川建国 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 实际上他背后显示出的是 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 被中国政府洗脑的中国人民 他们的痛恨 对美国政府 美国白宫 美国总统的痛恨 要知道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现在国内 不管是微博上面 还是微信上面的 铺天盖地的 非常的幸灾乐祸 那么川普如果 既然是川建国 对中国这么有帮助 可以反而能够 刺激中国的崛起 那为什么你要反对川普 为什么川普染疫了 你那么高兴的 你应该担心川普才对 对不对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 他们之前是那种川建国的说法 是假的 这个才是真的 这种痛恨才是真真切切的 当然了民主党的层位 这个段位 要比共产党又高了 不知道多少倍 所以说我们看到 即使拜登也发出了信息 祝愿川普早日康复 至少民主党建制派 他们倒还不至于 这种幸灾乐祸 但是那些民间的 那些反川的 川黑 他们可能会 掩饰不住自己的幸灾乐祸 跟共产党是 把自己拉低到 跟共产党是一个层次 一个档次了 但是这边可笑的一点 就是中国政府 煽动的这些网民也好 什么公众号也好 来幸灾乐祸 实际上他们是 一种非常的无知 因为川普的仁义 反而会激发川普的票仓 川普的这些铁钟粉 他们上街投票 去支持川普 然后让这些摇摆州的一些人 可能有一部分人 会同情川普 这个反而对川普来说 我觉得在选票问题上 似乎是利稍微大于弊的 并不是说完全是弊 没有利 这种说法 我是跟很多观察家 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他健康问题上 当然是绝对的必 没有利 所以说我们希望他能够 尽快的康复 能够挺过这一关 这是对关于川普 染疫的一个 我的分析和看法 那么我们继续要观察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其他的国家领导人 不管是加拿大的总理 还是英国的首相 不都是染疫了吗 但是他们现在似乎也都是 比较健康的 比较康复了 相对来说 他们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他们的支持率 并没有说就变低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在他现在染疫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他本身也是有责任的 就像一个人被抢劫了 你没保护好你的包 你是也有责任的 你这时候去攻击一个受害者 批评一个受害者是不应该的 应该攻击的就是病毒 是从哪来的 是谁cover up的 是谁在传播的 是谁在制造假讯息的 而矛头直指中国政府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一个理性的判断 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